韓國重啟觀光 現在還沒有恢復免簽的部分 但現在其實都可以進行免費預約申請 那今天15號就有第一位黃小姐 幸運領取到韓國簽證 讓我們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有其他想要申請的朋友可以先填表 我覺得會比較節省時間 那目前申請韓國 預約申請簽證的部分 到七月二十六號以前 基本上已經全部申請額滿 那接下來入境韓國 有一些規定要遵守 在入境前後都要檢測PCR 或者是醫院礦員快篩 結果都為陰性 就可以進行進入韓國的部分 那如果就是這些都有符合的話 其實不用接種疫苗 都享有免隔離 那海外入境者 還是要在入境三天後 再進行一次PCR檢測 那這些消息也讓很多哈韓的民眾 非常期待能夠到韓國搶完